所謂多重邏輯剛剛我們有做過 如果說今天多按鈕 我希望按一下它 它自動也是一樣幫我產生A到D的結果 直接輸出到這邊來 程式該如何鑽息 按下去我demo一下給大家看 按下去OK 它這個地方自動幫我判斷完 A的話就是80分 包含80分以上 B這個B剛好70分 C就是60分到70分之間 其他D都不及格 OK 那這個地方這個按鈕該怎麼做 其實理論上 這個地方的多重 成績多重這一個程式 不需要重寫 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這個地方是寫完的 上面是我們剛剛寫的 其實你可以怎麼做呢 假如原來沒有 你要產生的話 直接怎麼樣 把它按Ctrl C 直接把這個 剛剛這一段程式 不過這一段程式 好像改過了 我拿那個 剛剛沒改過這一段 這一段好了 這一段 Ctrl C 如果要把它改成多重的話 請記住幾個訣竅 第一個 名稱 就是這個sub的名 程序的名稱 不可以一樣 所以你把它多加兩個字 叫多重 因為在VBA的規則裡面 這個sub裡面不能有一樣的名稱 我們把上面那個貼過來 第二個是我需要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個是我的條件 這個地方 我判斷的一樣是在依欄裡面 依欄裡面呢 我要判斷什麼呢 判斷那個 第一個當然我有 不只合格不合格 我是要判斷的是 80分以上 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80分以上變成A 然後呢 L是把它改成D 可是問題來了 B跟C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很簡單 請你把一幅的這兩行 複製起來 這兩行喔 Ctrl C 在A的這個enter 然後back 就是按backspace 移到最前面貼上 請你把這個地方 因為貼上嘛 就是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B 這邊改成70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要改喔 就是if不能有兩個一樣的if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是首先 其次的話就是多一個什麼 else 所以你只要打一個else else if 意思就是說其次啦 第二種可能性 就是B else if 然後else if 打錯了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為什麼錯 拼錯字 這個也是蠻多同學常犯的毛病 打太快了 拼錯了 會變紅色就是打錯字 移開 沒有問題